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 很多人都对军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拜 在我正式的踏入部队门槛的之前 我的人生还是非常幸福的 当我正式踏入军营的那一刻开始 这周围的场景就全部切换了 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所处的连队就发生了多起的战士的自伤和自残 吞钉子 吞剪刀 割手腕 部队的这种官兵关系是非常紧张的 这个中队八九六四的时候 第一个杀进天安门 其中的一些这种狙击手一枪 就把高雄大道给打灭了 那么这支部队的话 当时被授予共和国英雄中队 有几个人还被授予了共和国卫士的称号 但是它是有一个特点 在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 完全地不敢声张 因为他们面对人民的时候 有一种负罪反 第一次参加这种军事会议的时候 就是聊的内容 让我越来越坐立不安 满口的粗言会议 不堪入耳 就有点像那个杨子龙是进入土匪窝的感觉 我的老乡 那么这个老乡要转业了 在他林离开部队的时候 我就说 您能不能给我传授一下这个带兵的经验 他也就说了说他的心里话 他说你记住四个字 坑蒙管骗 并以此能力的高低 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高低 他说要认真地学习毛犬 真的学会的话 你真的可以发现 它可以达到杀人不见血的一个效果 哇 我当时就是 我的世界一下子全部都灰暗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正确教员师的 这位主任吧 他每次在我们吃饭的时候 都会说一句话 大杀将青啊 他就说我们这个部队如何如何腐败 社会如何如何腐败 很难为继 时日不多了 可是呢 当他一走上讲堂 又在讲我党一贯的 怎么样的这个纯洁伟大呀 所以说有一个词叫人格分裂 我们之前都把军人看得像天使一样 守卫的这个共和国 但是你实际处在这个军营当中的话 你发现这个魔鬼和天使 竟然是同一个人 而且瞬间切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